就是在武士的历史里面 是曾经被利用成一种政治工具 比如说采清 我们讲为什么有采清 武士就是武士 为什么会采清 今天有采清 过去有采清 过去的武士采清 是表达对 那时候是清朝政府 他们对清朝政府有一种不满 采清的意思就是采他满清 那种就是被 虽然是团结 但是还有被利用的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的采清不一样 就是把这个生菜采了 突出去身材大发 我们都往好那边去想 所以在我们后期的活动里面 我们也没有抵触 对国家不利的一种 而且我们都是以武士来表示 国家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境界